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继续带来一款非常棒的手机小游戏 那么这款手机小游戏呢,是改编自于我们的一个动画片BB和Tina BB和Tina呢,是在2015年迪士尼推出了一款动画片的连续剧 是讲述的是两个非常可爱,非常要好的小姑娘 她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 住在我们的农场上,而且也非常的喜欢我们的小马 那么她们就和我们的饲养小马呢 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非常生活当中的这种活泼可爱的小故事 我们这边的话呢,它是一款手机小游戏 那么这款手机小游戏呢,是可以在各大手机市场免费下载到 无论是这个安卓手机,还是苹果的这个iOS系统 都能够免费找到我们这款这个手机小游戏 就叫BB and Tina,或者是叫做BB和Dina 那么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来照顾和饲养 还有给我们的小马呢,是做好朋友啊,跟她玩游戏啊等等等等 每个系列当中也都是非常好玩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给我们的小马呢,去进行个换色 我们还可以换她的一个棕毛 我们可以再看看她的马尾 那或者呢,是可以给她换另外的一个小马毛 哦,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酷的 非常的棒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或者是你喜欢哪一种的这个马的棕毛呢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这边是要给入她的一个名字 那我们应该叫我们的小马叫什么名字好呢 我们叫她叫 飞 小飞 或者是叫她叫 飞丽 嗯,或者叫她叫奥利奥 我觉得奥利奥还挺不错的 那我们,哎,我觉得奥利奥的话呢,又是一种饼干啦 嗯,我来想想啊 或者是我们叫她叫 Svater Tea 或者是叫做 Svater 嗯,Bahoni 或者是叫做 Svater 嗯,名字感觉有点长 不太好念 它是一个德语的名字 哎,我觉得我还能再多考虑考虑 它应该叫什么名字 或者是我还是叫她叫 Orio 我们的奥利奥吧 我觉得奥利奥还挺不错的 耶,现在是我们 创造出了我们的小马 奥利奥 那么我们这边呢 我们的BB 会给我们读一段她的小故事 我们可以让她继续地就在这边 陪她去进行跑步 然后我们的BB呢 还有她自己的一个好朋友 然后我们可以让她的这个 呃,这个给她设计 设置她的这个小马的这个跑步的一个步子大小 比如说我会给她设计一个长步 然后再给她做她的一个马鞍 那小马鞍呢 那小马鞍呢 跑得特别的快 然后我们这边是在马座上 然后再给她加入一个皮质的这个架子 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小的 呃,小朋友坐在上面的话呢 会跟她的开心一些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把我们下面这个垫子呢 给她去掉 然后这边还可以再给她设置上 她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 马绑腿的这个小绑腿的 那我们还可以再来设计一下她的这个 呃,给她上面做的一个辫子 各种各样的那个辫子 各种各样的那个辫子 现在我们可以来训练我们的小马 我们可以让她在这边进行跑步 然后我们这边呢 可以让她在跑步的这个草地上 去选择她的步子的大小 耶,她就开始跑步了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步子其实如果跑起来的话呢 会非常非常的大 来看看 我们可以让它继续的在这边去跳杆 我觉得这个小游戏呢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它比之前的要更好用一些 或者是比之前的游戏是更好玩一些 但是我们的小马肩盘好像是受伤了 如果受伤的话呢会让它停下来 然后我们再继续给它做一些的检查 还可以让它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去跳高啊跳杆啊之类的 耶我们这边是得到了一分吗 刚刚好像是盯了一下 那我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 耶我们现在是跑步然后让它是成功了吗 而且还是去进行那个排位 那么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第二个 在玩的时候的话呢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好用的 或者是非常好玩的 因为这只马呢这匹小马呢是我们自己给它进行的一个设计 自己给它进行的一个这个组装 然后是组合出来了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一个形状 我觉得我这边呢是要把它 它稍微的给它调慢一些了 这边是感觉它跳的特别的快 我们这边还可以让它跳过我们的障碍赛 加油 你可以的 你绝对可以做到的 加油加油 然后我们的这个小马呢 它上面也会有我们自己给它上次设计的一个名字 它就叫做oreal 然后我们的BB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让它 就是你在这个玩我们小马的时候 会让它呢 骑在我们的小马上 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的BB呢 有的时候也会在这个旁边是 跟大家进行个说话呀 或者是跟大家进行讨论呀之类的 好了 那么我们这边呢 是又一次跑到了最快的地方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嘞 如果喜欢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呢 是每天每周都会进行更新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 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最初的视频啦 好了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等等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